這個就是我用過的霜霜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就是我一開始覺得很有問題的時候 由頸開始發作 我就開始用這個霜霜 這個霜霜是很稠的 但我覺得它是頗舒服的 對於一些比較輕微的濕疹是頗有用的 例如洗完澡後擦是頗舒服的 但我不知道對於香港來說會不會太稠 德國的天氣比較乾燥 所以我覺得這個挺好的 它是在iHerb購買 德國也要在Amazon或iHerb購買 這兩支大家可能覺得很熟悉 通常是西醫皮膚科會開給你的 它說是比較少劑量的雷固醇 但其實這兩支我上網搜尋過 都是小劑量 但是都會產生這個依賴 而且它都是幫到一時 但是它不可以幫到一輩 所以這兩支都是 德國在德國的時候 如果是醫生開給你的話 就是不用錢 但這支如果在香港開給你的話 都要約六七百 這兩支我都是德國看了西醫的時候 他們開給我 那就是那個醫部會補賣的 所以我就不用給這兩支的錢 但是這兩支都是純粹 扮一下東西 開門口 其實我是不會用的 加上我現在康復就更加不用用了 去到中期 我都會用這個牌子的產品 那些人網上的評論都是很兩極 我都想試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支霜 這個叫做 好像凡士林一樣 其實它也是挺幫到我的 它那個是CBD Oil 我覺得是挺好的 這個是給手 這個是給新的 但是其實它也是在德國 本地是不能買的 我是在布拉格訂回來 然後它運過來的 所以我知道香港好像是萬寧那些 有袋子 這兩支霜霜對於我來說 都挺幫到我的 我用了這支 用了兩盒 這個用手 用了一支 到很後期 我的皮膚開始轉好 慢慢因為吃中藥的時候 我洗完澡之後 我用了這支 這支的質感是比較輕柔 最適合洗完澡之後擦 它也不是太貴 可能10歐一支 在Amazon買 最後這支 我是一個德國的朋友 他是香港人 他也有很嚴重的濕疹 他介紹了我擦這支 叫做哈卡 這支是18歐 但你看到它是有500ml 這支也是比較稀 其實跟這支是差不多的 但這支的成分會更淡 適合你濕疹 快要復原的時候 洗完澡之後 令皮膚不太乾 就可以塗這支 這支也挺值得用的 一支我都用了幾個月 所以霜霜就強烈介紹這支 這支是比較中期的時候會用的 這支是冬天超級冷或超級乾的時候會用的 這兩支就是 汁 不會用 好了 接著就到這個精油方面 也不是精油的 或者是天然油和精油 我用這個Argan Oil 就是堅果油 堅果油是對皮膚的發炎 或者是消毒 是有幫助的 堅果油也是很適合洗完澡之後 或是皮膚很乾很乾的時候就可以擦 中段因為我訂了那個膏 這個叫做Karun的膏 我一次過試用它的油和身體皮膚油 我覺得這個質地是很厚 很適合洗完澡之後塗油 吸收完之後再塗霜霜 這個我主要是用這個汗泡疹 就是用在手上 我也覺得它不是100%有用 但因為我吃中藥的時候 再附著這類型的產品 就康復得很快 Share Butter 都是一些網友介紹的 在皮膚很乾很乾的時候都可以塗 一瓶在德國也可能是六七歐 所以其實都頗便宜 去到這個應該大家都會用 這個我覺得我有少少很急 一開始很嚴重的時候 我是立刻塗這個 但我發現嚴重的時候一定不可以塗這個 這個Bio Oil要到最尾好完 要去膩的時候才可以塗這個 否則一開始很嚴重的時候塗 會很膩 膩到你覺得要衝走這個膏 所以這個是很後期才會用的 它很香 我很喜歡它 在德國也有賣10歐一瓶 類似的油方面 人們會說未必要塗膏 你可以試試一些精油 這個叫做月見草油 在德國可能是五歐一瓶 這個月見草油好像對於舒緩經痛是有用的 但我覺得它舒緩皮膚的痕癢和滋潤都是很大功效 有時我就滴這個油 然後塗在頸上 然後會塗臉上 這個就是茶樹油 茶樹油出名就是用來消毒 有時我的手一行拋身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又好像又洗完手 又好像處理不到它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個塗上去 滴了幾滴在我的手上 然後就會用一些膠布包住 讓它真的消毒它表面的細菌 因為有時看拋腸 除了是內在的體質會影響到之外 其實外在的細菌也會感染到手 所以這個茶樹油也是有用的 這三個是舒緩精神上的脅威油 這叫做Humphed-Humphed 意思是大麻 大麻就是TBD 類似的東西 這個就是吸收 這個其實也不是給你塗在濕層上 可能是給你塗在頸上 或者是你嗅一下 令整個人的精神可以放鬆一點 這個Lawanda不用說 就是你可以滴在枕頭的旁邊 令你睡得好一點 因為我完全明白濕疹的時候 我完全睡不到 是有了睡眠 記住不要滴太多 因為它的濃度其實也挺高 可能滴兩三滴就可以 否則會濃到你就睡不到 這個就叫做廣霍香 它這個有點像一些 聞一下 我知道 它這個有點像一些 泡摩店你會嗅到的味道 好像有些燒彈香的味道 一些木的味道 它有些植物提煉出來 這個你可以塗在這些地方 或者是塗在那個手腕 然後搓一下然後嗅 其實會令到你的情緒 或者是整個人都會放鬆一點 所以精油和普通的藥膏 我就會用這裏 好了 之後就去到洗澡後的一些護理 除了茶膏或者吃藥 還有什麼可以幫助呢 首先我會介紹這個 很多網友都介紹 就是叫做死海鹽 在德國會有一批 在一些萬寧屋臣市的店鋪 都是很便宜的 好像五歐 可能有三四包 它是用來浸腳 還有你浸腳的時候 你可以用毛巾這樣 拖一些鹽水上你的小腿 因為我講過 我的濕疹是蔓延到我的小腿 所以這個浸鹽水其實也是很有用的 鹽水除了浸腳 是用來放鬆你的腳部的肌肉之外 其實它也是會消毒你濕疹裡面的毒素 之前有說過 我有一位朋友在德國 他的濕疹是很嚴重的 總之前繞了十幾年 他介紹我這個叫泥 敷泥 他說這個泥是他在葡萄牙旅行的時候 有人介紹他用的 一包可能是五歐 我上網看過 它叫做法國綠泥 詳細的材料或是它有甚麼成分 你們可以上網看 但是敷泥這件事 其實是可以把你的腳的濕疹毒 或者如果是滲水的時候 可以幫你抽乾你的腳 或是你的濕疹裡面的毒素或是水分 敷著可能敷五十分鐘 它就會硬了 你硬了之後洗走它便可以了 它主要是所謂吸毒素 但我保持著腳和頸也有敷 敷完之後感覺是涼滲滲 然後我覺得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可以試試這個方法